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鲍罗 卡佩拉 以及哈登一同 为火箭效力到2022年夏天 不得不说 火箭想要冲击总冠军 需要一套非常稳定的阵容 目前戈登还未满30岁 这也就意味着戈登将在火箭效力到34岁 戈登已然是火箭的第三核心 留住戈登是非常必要的 从曝光出来的新合同来看 戈登这份合同的年军金子和卡佩拉相似 除了戈登之外 目前坦克的合同还剩下三年 合同到期的那个夏天 塔克也将年满36岁 所以火箭或许不会和坦克提前许约 北塞季季后赛 塔克三分九名重率 达到了47.1% 要知道这只是塔克职业生涯 第二次参加气候赛 所以莫雷的思路非常明显 保留住卡佩拉加塔克加哈登加哥登加保罗的核心阵容 并且积极寻找合适的角色 球员 以及培养周期等年轻球员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 火箭未来这个赛季 或许不会得到比较年轻的全明星球员 从莫雷过去几个赛季的交易动作来看 他更习惯于迅速的完成球队重建 自莫雷上任火箭总经历以来 火箭最差的战绩是西部第九 稳定性仅次于马次 所以梅雷虽然还没有帮助火箭夺管 但是在莫雷时代的火箭 从来都没有让球迷感到失望 如果莫雷能够提前许约歌登 我也认为这是超值的 消息人